南韓正逢夏季酷暑 不仅人热到受不了 养鸡场里的鸡也受到影响 这间农场一共有四万只鸡 进入紧急状态 鸡之生长和生蛋的最佳温度 是摄氏20到25度 最近气温上升到摄氏35度左右 汗氏到温度差了10度以上 这样热下去 鸡蛋的品质就会跟着下降 严重的话可能会因GT死亡 遭受巨大损失 이런 축산 농가의 시름을 덜어주기 위해 지자체에선 축사 온도를 조절하는 다양한 시스템을 지원하고 있습니다 천장에선 안개가 뿜어져 나와 열기를 식히고 환풍기도 실세 없이 돌아갑니다 점점 기후가 온난화 기후가 되가지고 너무 따뜻해지잖아요 가축 사육 환경도 점점 열악해지거든요 현재 바깥 기온은 34.6도인데요 쪽방 건물 안으로 들어와도 33도에 이를 정도입니다 위于首爾的平民彭護村 建築大都破就不堪 没有裝冷氣的条件 消防隊員到居民 经常出没的公園 洒水降温 首爾市也決定 从今年开始設立澡堂 提供居民 洗澡和睡觉的地方 因为太热 難以入睡的澎湖居民 前往免費食堂 在有空調的地方解決溫飽 有人提議政府 為庫屬中的弱勢族群 制定支援對策 同樣也需要關心的是 長時間曝曬在陽光下的勞工 經濟到一間著名大型超市 今年6月傳出一名20多歲的員工 在工作中不幸熱死 南韓雇佣勞動部宣布 在8月1個月內全力應對庫屬 動員所有人力和資源 預防溫熱疾病 對於超市勞工死亡事件 是否違反法令進行徹底調查 所有市等地方自治團體 更突擊檢查戶外工地 所有市長吳世勳 定名民間建築工地 在庫屬時遵守法定休息時間 提前防範 不要再讓汗事發生 體育BS新聞綜合報導